今天鬼叔给大家介绍一部美国恐怖电影《寄宿学校》 电影开始男主最近时常做噩梦 梦中总有个尖牙的女人朝着男主飞奔过来 男主背这个梦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 这天男主的继父告诉男主她一直素未谋面的姥姥去世了 在姥姥的葬礼上一个老妇人找上男主 给男主讲述了他姥姥的事情 原来姥姥是一名犹太人 在二战时期没少遭受到纳粹的折磨 那时候有一位德国军官将一些姑娘关押起来 想起来的时候就挑出一个折磨 而男主的姥姥正是被关押的人之一 姥姥为了报复军官日夜拿东西磨自己的牙 直到某一天姥姥用自己的尖牙杀死了军官 带着所有人跑了出去 原来男主在梦中梦到的就是他的姥姥 之后男主在和母亲整理遗物的时候 男主发现了姥姥的一件长裙 并偷偷地藏了起来 第二天男主就趁着家里没人 穿上姥姥的长裙在家里舞动了起来 没想到这个时候男主的继父回来了 继父虽然没将这件事告诉男主的母亲 但是却认为男主患有心理疾病 将男主送到了一个由心理医生开的寄宿学校中 到了寄宿学校之后 男主才发现这个学校加上他自己 总共才七个学生 其中有一个喜欢骂人的骂人哥 还有一个胖胖的智障男 和一个被大火烧毁容的毁容男 以及一对双胞胎兄弟和很厉姐 很厉姐到寄宿学校的第一天就不干了 大声嚷嚷着要回家 随后就遭到了一顿毒打 很厉姐表面上顺从 转眼就趁着上厕所的功夫 偷了女管家的证件 结果偷来证件后 很厉姐发现 这个女管家的身份是伪造的 至于为什么伪造 很厉姐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个一二三 转眼间七个孩子 已经在寄宿学校过了一周 本以为相安无事 没想到某天夜晚 骂人哥突然被吊死在了卫生间 一时间学校内人心惶惶 随后医生安排女管家 将骂人哥的尸体开车带走 很厉姐听到后便鼓动男主 和自己乘车逃跑 结果一出门才发现 拉着尸体的车根本没走 这下两个人计划失败不说 还被医生逮个正着 很厉姐又不免遭到一阵抽打 第二天医生找来了男主 告诉了男主有关很厉姐的事情 原来很厉姐不知道什么原因 杀死了自己的哥哥和姐姐 不仅如此 现在的医生还怀疑 骂人哥是被很厉姐杀的 紧接着医生就开始连哄带骗地 请求男主帮助自己 男主毕竟年纪小 在医生的哄骗下 连连答应了他的请求 晚上很厉姐找到了男主 男主却因为医生的话 对很厉姐十分防备 之后男主质问很厉姐 为什么杀死骂人哥 没想到很厉姐前一秒 承认了自己杀死骂人哥的事情 后一秒又称自己 没有杀死骂人哥 夜半男主突然听到 智障男的房间里 传来了一阵声音 男主寻声出门后 看到了形色匆匆的女管家 紧接着男主来到智障男的房间 发现智障男已经死了 很明显智障男是被女管家所杀 好巧不巧 这时男主恰巧听到 女管家与医生的对话 原来医生和女管家 根本不是真的管家和医生 这里也不是一所真正的寄宿学校 在这里的七个孩子 都是因为不同原因 被自己的继母或继父送到这里 同时家长和医生签署了协议 给了医生一笔钱 要求医生等人 神不知鬼不觉的杀死他们 之后男主来到地下室 在这里 他看到了真正的医生与管家 以及骂人哥的尸体 画面一转 智障男的母亲来到了寄宿学校 声称后悔签署了协议 想要带回儿子 然而正当智障男母亲和医生 谈话的时候 女管家从旁边冲了出来 杀死了他 医生看到女管家的举动 对他说 他太冲动了 因为他早已经在智障 母亲的酒杯里下了药 这个药就连尸检也检查不出来 结果现在女管家杀死了他 反而会让智障母亲 成为了失踪人口 事后事情必然会牵扯到他们身上 说完医生就抬手 解决了女管家 随后医生叫来男主 让他帮助自己抬走尸体 又点燃了寄宿学校 又骗男主上楼 将所有孩子的房门锁住 男主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当然不会相信医生 趁着医生没有防备 男主拿出藏在背后的刀 杀死了医生 之后男主将所有的孩子放了出来 唯独将很历解锁在了房间中 因为不管怎么说 很历解都是个危险的人物 很快被释放出来的孩子 就被家长们接回了家中 男主此时也不再坐以待毙 他先是警告了那些家长 随后在继父的酒杯中 下了医生的药 不久之后 男主就听到了母亲的哭声 而此时的男主 正在楼上画着精致的女装 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